是達佛而已啦 達佛而已啦 是達佛而已啦 那我愛人啊 是達佛而已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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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達佛而已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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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按之所以查獲啊 是本分局的分學長 巡憲啊得知啊 有本辭有民眾 利用那個農田的鐵皮屋 來經營的 經營那個天酒海的職業賭場 那因此啊 那則是本分局的督察組 還有偵察隊 以及本所的人員 共同組成專案小組 來執行查器 那經過本分局派員收證 申請收投票之後 那在本月的11日凌晨 執行查器行動 那當場在該賭場裡面 查獲林姓現場賭場的負責人 以及林姓的保護人員 還有賭客共榜 賭客八名共十名 那現場查扣有相關的賭據 賭資 帳策 筆籌籌碼等不法試證 那 根據該賭場的帳策資料得知啊 該賭場近七日的 那個賭資的輸贏啊 極高達新台幣六百多萬元 那其中在查器的過程當中 警方出貨兩道門 才能夠順利查器 那警方查器的時候 有部分的賭客 經由後門 往後方的農田來逃逸 那因為後方都是農田 所以不少賭客 陷入在農田裡面 那還是最後面還是靠 靠我們拜託我們警方 把他拉出來 那個情形啊非常狼狽 那全案訓後之後 本分局啊 依將那個賭客 林姓 將賭客依社會秩序 維吾法來裁罰 另外 林姓的賭場負責人 以及法復人員 依刑法的賭博罪 移送士林地勤去偵辦